从中山南路到顶新路,自生州路至尼玛巷,西南里的所在地曾是明清时期南京城内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 漫步其间,街巷两旁花草自由生长,建筑新老交融,既延续了甘西故居青砖小瓦码头墙回廊挂落花阁窗的建筑风格。 又保留了从清末民初开始多个历史阶段的特色老建筑,其中最亮眼的就是这座位于街道中间的小红楼了。 你看到这个有黑板的小红楼,它建于70年代,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了。 当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,有25户人家居住在这儿。 那么我们接手改造了以后,就把它改造成有25个房间的酒店。 在整个酒店的这个外立面和当时还保留了一模一样。 就是这样的红砖是吗? 红砖。 那么包括这个黑板报,我们到了现在的即庆即假日的时候,有活动举办都在这个黑板报上呈现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楼,它承载的不仅仅是建筑,更多的是我们是记忆,我们南京老成男人的精神纪念的地方。 带着老成男的记忆,如今的西南里不断更新升级,不仅集结了许多审美在线文化多元的摩登小店, 还有花样摆出主题多样的潮流市集,更有各种演出活动定期举办。 文讯而来的文艺青年们也是络绎不绝,打卡的打卡,逛街的逛街,探店的探店。